大家好 晚安捷的全球现场我们持续带你来看到的是昨天这一场国际峰会在印度这边举行 不过是采取这个远端视讯的方式来举行 是上海合作峰会 也就是简称上和会 但这上和会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倡议地区的安全 达成反恐任务跟加强经济的合作的论坛 那昨天下午召开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跟俄罗斯总统普丁 都是有透过视讯的方式出席 习近平他除了发表演说 好 他邀请了各国要参加第三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之外呢 他有一个谈话的重点就是建议要扩大上和组织国家本币结算份额 一起来听 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 反对保护主义 单边制裁 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反对搞筑墙涉垒 脱钩锻炼 努力把互利合作蛋糕做大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汇集各国人民 中方建议扩大本组织国家本币结算份额 推动建立本组织开发银行 好 至于说为什么要扩大本币结算呢 其实非常大的一个重点就是要避开现在美中角力地缘政治的一个风险 而这一次上和会有一个观察重点就是 他也是在瓦格纳兵变之后 俄罗斯总统普丁 他首次在国际峰会上露脸 好 普丁他也在峰会上面发表了他的谈话 他表示对于现在的俄乌情势呢 外部势力是不断在俄罗斯的边境挑起事端 把乌克兰打造成反俄国家 同时他也呼应习近平所说的支持转用当地的货币来交易 而同时接着呢 伊朗总统莱西他也在会议上表示 美元现在作为西方霸权的工具必须要从世界的实践当中去除 建立一个新的经济秩序 而其实早前呢 在这个上和会之前 中俄早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推动所谓的去美元化 这是俄罗斯国营开发银行的主席 他就曾经敦促中俄之间要赶快加速建立一个新的尖端支付系统 用于上和组织跟金砖国家的货币的交易 但这样的举动呢 是非常的受到瞩目的 可能也就是代表着之后的金砖国家 他们的储备货币会扩大到整个上和组织之间的流通来使用 那扣除这些重复的国家 预计未来可能流通的国家可以达到45国 那也就是说全球可能有一半的人都会朝向这个去美元化 本国货币结算这样子的趋势来发展 当然我们一直提到说 为什么要推动这个本国货币结算呢 现在有很多专家都有一些分析 包括这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研究员刘宗元 他就表示 其实这样的做法是符合这些上和国家的利益 包括了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的国家 他们的外交上面都有一些的阻碍 俄罗斯因为俄务战争的关系 受到了西方很多国家的制裁跟打击 那中国大陆现在跟美国的关系不太好 关系紧张即所恶化 当然了 好 这样的一个平台呢 透过本国的货币支付也可以避开以美元来结算的一些风险 而印度的话早就在这样子推行了 好 在这一次的俄乌战争当中呢 印度其实是使用人民币跟俄罗斯买了一些打折的石油 另外伊朗的部分呢 也是因为呢 之前的这个核问题 受到一些西方的制裁陷入经济上的孤立 所以专家就认为说 上和会其实是给去日峰会提供成员国 一个避开地缘政治风险的金融体系 好 持续要来看到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 美中在不断的角力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美国的这些高官们 他们都一直抛出一个议题 就是很想要跟中国大陆的高层来互相谈话 互相合作 好 明天这个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他即将要访问中国大陆 但是在这之前 今天好 华尔街日报一个重磅报道 也显示说 美中之间在科技上还是互相过招 昨天这个中国大陆就宣布 要对半导体的关键材料加根者 来宣布出口管制 那华尔街日报隔了一天 今天的最新报道就说 美国的拜登政府 他们准备要限制入器 使用亚马逊微软这些美商提供的 AI云端运算服务 业界现在就分析了 这样的举动其实是完全防堵 先前美方他们宣布 高阶AI晶片禁止销往大陆 那陆器会绕到 使用亚马逊等等的 云端服务系统 避开这样子的禁令漏洞 也可以被解读说是 美方现在打击 打压大陆的AI 使出的另外一个绝招 尽管美国是陆续寄出这些科技唯独 但是美国的高官还是说 很想要跟中国大陆来有所合作 而现在大陆媒体就分析说 其实叶伦说要访华已经讲了很久了 为什么这么积极的寻求访华呢 主要就是因为美国自己财政上 有非常大的问题 包括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矽谷银行宣告破产 那也导致整个科技业受到冲击 因为矽谷银行 它主要是提供融资跟信贷 给矽谷当地的一些新创的科技产业 还有另外呢 就是美国现在的通货膨胀 还是蛮严重的接连暴力升息 其实都危害到的是 美国自己的经济体系 也因此美国这些高官 他们寻求的是跟中国大陆的合作 要修复一些供应链 但是当然大陆媒体就认为说 美国要谈的成功 还是最主要的是应该要取消 对中国大陆设下的这些关税的壁垒的问题 才有办法让美中之间开展一个新的合作新局 好我们持续要来看到的是 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 拜登政府说要准备限制大陆企业 他们使用美国的云端运算服务 那专家怎么看呢 专家现在就认为说 如果真的是法令通过的话 等于是一刀毙命 大陆的AI云端服务生态系统 也会加剧美中两大强权的紧张关系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仿仲心才刚敲定 但针对大陆新一波制裁恐怕随之而来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导 拜登政府正准备限制 陆期使用美国云端运算服务 一望大陆因为美国竞销高级AI 只能绕道使用 包括亚马逊 微软等美商所提供的AI云端运算服务 就是要避开法律漏洞取得强大运算能力 但若新规生效在未来美商要提供 AI云端运算服务之前 必须要获得美国政府批准 旨在打压大陆AI发展 这堪称美方近期放的最大绝招 但恐怕也将重创四幅器链 以及AI晶片顶带亮能 同时进一步加剧 美中两大强权的紧绷关系 但大陆其实也有反制手段 中国政府依法对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 是国际的通行做法 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 大陆外交不强调对半导体化学材料 夹者的出口管制不针对特定国家 但普遍外界认为 稀土牌就是在报复美日和对陆 限制出口晶片制造设备 其实美中在半导体方面的攻防站 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回美之后 就不断升级 同时间北京政府更以法律形式 强化外交规范包括对外关系法 以及反间谍法 都被认为是叶伦这趟访华 势必和大陆高层讨论的重点议题 美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 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 为两国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 实现互利共赢创造良好的环境 叶伦访问北京前夕 美中之间存在诸多经济问题 依旧存在甚至加剧 包含关税针对关键技术的出口禁令 以及限制美国投资大陆 人权等关键议题 对此纽约时报报道 美方不期待叶伦的访问 可以获得重大突破 但希望可以透过叶伦的访问 促进全球两大经济体的相关沟通 记者综合报道